美聯儲為加息降溫如氣而至 美元貶值,唯獨黃金漲不動 大家好,歡迎收看ACY證券今日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最近全世界的股民日子可真是不好過 價格攔腰砍半的股票屢見不鮮 而要說目前股民們最期待的 那一定是美聯儲出面拯救市場 有機構做過這樣的統計 每當股市回調幅度超過10% 美聯儲就會對於政策緊縮更加的謹慎 而目前標普指數最大跌幅已經高達12% 這不,在昨日的線上會議中 美聯儲多位官員發聲為加息預期降溫 導致全球股市二次反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美國股市的看跌期權 已經達到了有史以來最高的水平1萬億美元 而且最近還在持續增加 準備抄底或者解套的股民可能會要失望 股票市場想要短期內全面反攻並非易事 反觀外匯市場 美元也不出意料快速下滑 將上週發布決議後的全部漲幅吐了出來 從歐美貨幣隊4小時圖來看 昨日的美聯儲講話無疑加速了歐美的反彈 不過今日早盤在觸及到箱體震盪下沿結構時 K線開始起穩 該位置同時還受到下降趨勢線的壓制 從形態上來看 目前仍然是突破回踩的形態 不過由於回踩的速度過快 反而可能出現破底翻的現象 MACD目前也形成了底部金插的形態 因此日內的走向非常關鍵 如果K線能夠實體突破1.23 便回歸到了震盪行情當中 反正如果沒有突破1.23 便是空頭回踩的技術面利空信號 不過不管如何 交易策略都可以採用逢高做空 可以利用倒金斯塔的結構進行分批入場 來對沖短線的多頭風險 限價上方的阻力在1.23和1.275 兩個長期阻力位置 再上方則要看箱體上沿1.138附近 下方的支撐需要先看1.115附近的 價格需求區域 不過並非所有的商品 都因為美元的貶值而大漲 黃金便是其中的一類 從黃金小事圖來看 就在昨日美元大跌之際 金價的漲幅卻受到了限制 在關鍵的1800關口震盪其穩 形成了明顯的價格禁區 這位置還是之前跌平跌中繼形態的上沿 存在較強的阻力效果 考慮到黃金的基本面弱勢 交易策略以突破禁區跟隨做空為主 突破的位置主要關注1794附近 再上方的支撐則要看1783的前低點位置 上方的阻力是1800的整數位關口 入場時機可以配合MACD零線上方的死殺信號 採用右側交易的模式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日關注數據 歐元區有1月份製造業PMI 加拿大方面有11月份GDP月率 美國方面有1月份Market製造業PMI 以及12月份營建支出月率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